一来一名骑士安全帽没有扣好 还骑车拿手机被远景拦下开单 他一气之下竟然脱下了安全帽砸紧车 当场被压制 另外在桃园则是有偷车贼拒捕 还在路中央开车门汽车逃逸 热心民众加入围捕行列 请民合力在15分钟内就逮到人 远景骑机车拦下小货车 没想到驾驶油门一踩拒捕往前冲 远景大声鸣笛左右包抄 货车不但不停还跨越双黄线 接着塞在车阵中动弹不得 他竟然开车门在路中央汽车逃逸 远景也跟着追上去 警匪追逐到巷弄内不到15分钟 将人压制在地 一旁小黄问奖见状热心加入围捕 事发在21号晚上10点左右 台湾远景获报有民众货车被偷 立即启动围捕 在中正路上发现偷车贼 索性有热心骑士跟小黄司机成功逮到人 立即发动感觉围捕 并在15分钟内将写犯弃捕刀案 立即在马路上的离谱案件发生在宜兰 干嘛 不满被开单 这样安全帽一脱吵警车挡风玻璃砸 当场被压制在地 过程中还造成远景受伤 自己拍在地上 哭了哦 事发在22号早上 宜兰一名骑士安全帽没扣好 而且还骑车拿手机 被远景拦下来开单 没想要因此情绪失控 愤而砸警车 被依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 基尔桃源伊兰综合报导